各位教友好 今次我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基督圣体圣血节的继书泳的来源 或者很多教友都并未听过 继书泳这个字 不过我相信大家都对于 一些圣体圣血节的歌非常熟悉 例如《希涌赞扬救主》 或者是《黄黄圣体》等等 这些歌其实正是来自 基督圣体圣血节的这个继书泳 在1263年 意大利的一个圣体奇迹 促使了当时的教宗 乌尔班四世在1264年宣布 基督圣体圣血节为普世教会庆祝的节日 为了这个节日的建立 当时教宗也都邀请了 神学家圣多玛斯 去准备为了这个圣体圣血节的礼仪 圣多玛斯于是就用优美的言词 描写了我们对于基督圣体圣血的信仰 让我们一起来默想一下 这个这么优美的继书泳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激发内心的信德 欺涌请人永歌唱 赞颂人类的救主 我们的领袖和善目 请尽所能 歌颂欢呼 清阳赞不声赞的救主 因为言语有限 何能声赞 耶稣基督的圣体是给人生命的活量 是今天特别歌颂的主题 基督在最后晚餐的直上 把饼酒给十二钟徒分享 这正是同一的活量 请用红壮了亮的歌声 唱出你愉快的心情 向救主欢呼歌荣 因为我们今天所庆祝的 是一个伟大节日 纪念耶稣建立了圣体圣事 今天举行的是新王的成宴 生如热节的高阳 取代了旧约的祭宴 新的祭祀代替了旧礼 真实的牺牲取消了预障 光明驱走了亢暗 带来了新希望 基督举行了最后晚宴 命我们重复举行 不可间断 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 我们遵从他的命令 祝圣酒饼 作为赎罪的牺牲 麦面饼成为圣体 葡萄酒成为圣血 这是我们坚信的真理 你知不能了解 肉眼不能觉察 这愿是超越感觉的事迹 完整无缺 不受撕裂或分割 一个人领或千万人领 每人所领的完全相等 基督工人分食 却永保完整 善人领或恶人领 所领的天良虽然相同 所得的效果却截然不同 善人获得生命 恶人招致丧亡 所领的虽是同一神良 结局却完全不一样 不可怀疑 应当牢记 祭品虽然可以否分 每份都是耶稣全身 饼形酒形聚已分 分的只是饼酒外形 基督圣体毫无争损 请看天使的食粮 成为油脂的神粮 天主子女的食物 不可投给久常 依杀格冲作牺牲 如月节宰杀羔羊 旷野中马纳自天降 都是圣体奥积的预像 耶稣你是真良 你是善目 求你怜悯 求你照顾 使我们同登天香 永享珍福 你既全能 而又全知 我们的陈世生活 转信即逝 你以圣体滋养我们 如肉赤子 求你赐我们 伴同诸圣 齐聚天国 与你共夕 永远不再分离 阿满阿里路亚